三个黑人只是开车路过 就被白人警察疯狂追赶 甚至想要他们的小命 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 男主大山忍无可忍 掏出小左轮就和警察硬钢 幸运的是 他们在弯道一个极致飘移 成功地甩掉了警察 心有余悸的三人 下车呼吸点新鲜空气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竟然也会遇到警察 他告诉几人这里叫做日落镇 不欢迎有色人种 如果在日落前再看见他们 直接就地正法 现在离太阳下山仅剩下十分钟 几人一听马上就准备离开 可警察却色眯眯地走上前 给了他们一句忠告 如果超速行驶的话 也会被警车拦下来 这明摆着就是故意刁难 可大山几人只能忍受 连忙开车跑路 后面的警车紧随其后 根本没想要放过他们 既要保证不能超速 也要在十分钟内 驶出小镇的范围 眼看着太阳即将落山 后座的小美直接掏出沙鹰 如果实在不行 他们就要做最坏的打算 干掉这名讨厌的警察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三十秒 紧张的气氛瞬间拉满 又过去了宝贵的二十秒 难道几人真的要第一级 就领盒饭吗 就在这时 大山听到了火车的鸣笛声 在最后的五秒钟 看到了隔壁小镇的路面 然后掐着点冲过了铁路 按照规定 警察是不可以越界抓人的 所以他们现在算暂时安全 可为什么要说暂时呢 因为在前方的岔路口 已经有大批的警察 正在等着他们 几人当时就懵了 这不记记了吗 而这一切 全都是之前那个警察自导自演 想要玩弄他们的 现在玩也玩了 开心也开心了 就连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也拿到 那就没必要留下三人的活口 随便找了个不存在的罪名 准备就地执法 可就在这时 树林里传来了一声野兽的嘶吼 警察们瞬间慌了 抓抓无辜的黑人可还行 可面对野外的猛兽 那是一点惊艳也没有 就在这时 一只怪物处警察吓得胡乱开枪 大山带着小美趁乱开溜 怪物的速度也是非常之快 蹦过来就扎穿了一个咔了咪 幸运的是 大山两人发现了一间木屋 躲进去直接关上了门 紧随其后的警察横冲直撞 两人自然是不想让他们进来 可他们却忘记了警察是有枪的 哭斥一炮子轰烂木门 怒气冲冲地走进来 并指使两人用柜子抵住大门 当下正是用人之计 他们也没有对大山两人开枪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大山突然想起来 自己的叔叔还没跟上来 转头就要出去寻找 可警察直接用枪对准他 认为他这愚蠢的行为 会将怪物引开 无奈的大山只好暂时放弃 另一边 叔叔正趴在地上不敢乱动 生怕自己会成为怪物的夜宵 在四周安静了之后 他扛着手电筒 小心翼翼地走在树林里 却不知 头上有一只怪物已经盯上他 手电筒的光亮扫到他 可爱的小眼睛闭上了大板 直到他被小木屋里的几人发现 大山连忙打开门上前接应 三人终于成功地会合 可就在这时 楼顶传来怪物的吼叫 叔叔推断怪物没有攻击自己的原因 是手中这个小小的手电筒 他们的致命弱点就是怕光 只要几人在这里撑到日出就安全 可在此之前 他们需要更多的光源 小美突然想到车内有照明弹 在警察口中得知 汽车在木屋后方的五公里处 小美立即决定自己前去 因为她小时候被猎豹追过 刚跑到目的地 怪物也已经追上了她 小美连忙上车启动 突然打开的大灯 让怪物吓得直接钻进了地底 还没来几得喘口气 有一只怪物蹦上了车底 慌乱的小美拿出照明弹 哭吃先照她一下 然后直接挂上五档 一脚油门撞开怪物 火速朝着木屋开去 另一边的几人也不是很太平 那名被咬的警察 正在原地便移 大山拿起枪哭吃就是一炮子 想开第二枪却发现没了子弹 就在这时 一阵蓝光照进木屋 小美及时出现就下两个 变异的怪物被灯光直射 受不了直接跳窗逃了 这么大的动静 引来了树林里所有怪物 三人将照明弹全部点 却依旧下不退怪物 而他们的后方 也已经被怪物老大盯上 千军一发之时 忽然传来清脆的哨声 怪物们听到后竟然全部散除了 主角光环加持的三人 毕竟千辛万苦终于保住了小美 太阳从东方升起 几人连夜甩大腿赶路 可走到一半才发现 来势一片阴暗的树林 静硬生生地长出了一栋别野 而在里面等待他们的 是更恐怖更加强大的怪物 从没见过这样的女人 表面上看起来清纯无比 背地里却是公牛的接生婆 只见她熟练地把手伸进去 终于摸到了里面的胎儿 随后用力地往外拉 不到24小时的功夫 腹中的胎儿成功降生 你以为公牛生下的 就一定是牛犊吗 眼前的这个生物 明明就是森林里 那些怪物们的幼女 看着美女一脸高兴的样子 很明显 那些怪物就是来自这座城堡 大山几人 虽然摆脱了怪物来到队 可城堡里的一切都很果敌 而且仅仅是过了一夜 叔叔和小美 好像都忘记了昨晚发生的事 不管大山怎么说 两人都是一脸的问候 更可怕的是 昨天伤痕累累的那辆车 今天却像崭新的一样停在牛棚 而管家给出的解释就是 找到石就是这个样 面对大山一系列的反常行为 两人认为她的脑子瓦特了 面对自己亲叔叔的质疑 大山恨不得上去就给她一炮子 可就在这时 她又听到了那诡异的口哨声 就是上一集召回怪物的声音 大山一路追寻 直到看见一个牵着狗的女人 嘴里还咬着口哨 看见陌生人这么粗鲁 两条巨犬摆好了战斗姿势 小美拉开大山 叔叔趁机和女人搭话 也看清了这间像是监狱的砖房 里面是个石头的地基 意味着它有个坚固的地下室 就算有人呼救 也会被巨狗的叫声掩盖 这个地方属实有点恐怖 完全不符合常理 商议之下 三人决定连夜逃跑 可就在这时 叔叔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忽然地上隆起一道猎 像是有什么东西朝他们心 还没来及得法 后方又出现了一条怪物 三个人被两头怪物弹弹包容 千军一发之时 那诡异的哨声再次传 正是开头的那位接生 看他长得这么漂亮 我们就叫他翠花 可以利用哨声控制怪物 三人知道逃脱不掉 只好再次和翠花回到了城堡 城堡的主人 是一个文质彬彬的老人 他自称是黎明教的教主 也知道大山有的特殊的血脉 可以开启另一个时空的大门 只要穿过那扇门 就可以获得永生 老头表示不会为难三人 等仪式结束 就会送他们离开 可悲地理 又用魔法镜偷偷监视 生怕他们再次逃跑 这场仪式真的会这么简单吗 藤堡的主人 设宴邀请所有的教主 满屋子的白人 对着大山两人 头来无法描述的目光 叔叔也不惯着他们 站起身来就是一顿饥腐 不带一个脏字 就问候了他们所有人 奈何老头也拿他们没有保护 毕竟还要靠他们的血脉 来开启长生不老的仪式 可他们并不会坐以待地 趁着夜色风高 偷摸来到地牢准备逃走 不料被恶犬的主人发现 并打算崩死他们给狗当下韭菜 就在这时 小美哭吃一铁锹 呼在她头上 叔叔发现了墙壁上松动的石块 大山帮忙将石块搬下来 准备从这个老鼠洞里逃跑 而就在老鼠洞的另一头 一双戴着手铐的手 从地下伸了出来 是一名惊魂未定的黑人 等他彻底来到地面 却刚好碰见了大山几人 原来他就是大山的父亲老王 被关在这里已经有五百年了 这群人为了让大山配合一事 真的是什么都能做出来 来不及好好酗酒 四人连忙开车逃离 可没想到 翠花早就设下了结结 浑身赶来的老头 也不跟他们多比比 直接给了小美一个哭吃 大山熟练地看了眼叔叔 老头瞬间瞄抖 画面一转来到开头那幅场景 中枪的两人并没有死 存宝的主人也答应他 只要乖乖配搏 会请全美国最好的兽医 帮他们治疗 在仪式开始之前 翠花给大山戴上一枚纯银戒指 然后被压到一间小房间 当老头念起咒语的吞池 仪式正式开始 时空之门慢慢打开 里面却站着一位大肚子的孕妇 可就在这时 那枚戒指散发出黑暗力量 正慢慢地将大山吞噬 有可能实在是太阳了 大山一声怒火 直接破坏了仪式 城堡没了魔法的支撑 正迅速地塌险 大山赶在最后一秒 撑了出去 城堡也彻底变成了渣渣 失去记忆的小美也想起了一切 可她的叔叔就没那么幸运 因失血过多提前领了盒饭 几人带着悲伤各自回了家 小美是混得最好的 从继母手中拿到了巨额的生活费 直接买下了一栋豪华别移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房子里有东西每时每刻地掀她被子 搬过来的第一天 三个白人帅哥不请自来 他们可不是来搞什么欢迎仪式 而是把砖块绑在喇叭上 表示强烈的抗议 就连路过的警察们 也是一脸无所谓地表示了默许 24小时都能听到这凡人的喇叭声 就连开窗透透气也成了奢侈 小美也不是服软的人 在这关键时刻 她喊来所有亲朋好友 当着所有白人邻居的面 举办了一场万人聚会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那群邻居也不是好人了 直接在她家门口 点燃了一座十字架 如此挑衅的行为 让小美的怒气质瞬间叠满 抄起棒球棍来到门外 几名男士举起猎枪掩护 当着所有人的面 敲碎车窗 除掉砖块 直到有人报警 他们也是丝毫不足 会在地上短得被抓 就算是这样 他们的气势绝不能输 可在押送小美的警车上 警长并没有欺负她 而是关心她的新房子 有没有什么怪事发生 还说早在小美住进来之前 已经有六个黑人 死在了这房子里 听到这里 小美突然若有所思 因为就在今天中午 她在地下的储藏室内 被一阵诡异的敲打声吓念 虽然喊来大山帮忙查看 可在这一平米的小房子里 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体 可怕的不止这些 睡觉时被一股神秘力量 往下拽被子 洗澡时镜子中 突然出现的黑人鬼 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 那个别也真的不干净 被关了九九八十二天后 小美终于被放了出来 身上也是被虐得轻一块子一块 就在这时 她看见了诡异的一幕 这些照片上都有白色的条纹 在绿色的灯光下 条纹更加的明显 她连忙将照片全部拿下来 按照条纹的先后次序 在地上拼凑出一双眼睛 她喊来大山一起深入调查 原来这栋别墅之所以会这么便宜 是因为前房主是一位科学家 后来因为不道德实验而被开除 这家伙很有可能在房子里 进行过人体试验 受害者全都是小镇上的黑人 那些无法安息的灵魂 现在全都被困在自己家中 小美很想要帮助他们 于是两人花了一美金 请来了当地有名的驱魔大师 大师一眼就看出这里不对劲 随即让两人拉住她的手 围成一圈准备超度仪式 让这些惨死的鬼魂早日投胎 就在这关键时刻 三个白人喀了咪闯进别墅 本想趁夜色来教训一下小美 没想到却遇到了此生难忘的场面 一个婴儿脸巨人身体的鬼魂 几人退无可退 最终被暖气片活活烫死 另一边 驱魔三人族也不太平 淋下来的水洗掉了头上的封印 强大的鬼魂瞬间占据优势 直接上了驱魔大师的身 一根手指就将大衫举了起来 千军一发之时 小美一次喊出受害者的名字 求他们手下留情 大师应声倒地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当然不可能 鬼魂不但没走 还附身在了大衫体内 嘴里不断念叨着滚出我的房子 显然大衫身上的不是那些黑人 而是那个白科学家 看着他这么猖狂地走来 小美呼喊着那些黑人鬼魂 希望他们能出来帮忙 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是同一个种族 没一会儿的功夫 黑人鬼魂全都现身 围成一圈开始碎碎念 你让我滚出房子 我也让你滚出房子 经过三七二十八小时的不懈努力 变态的科学家应吵不过他们 自己把自己送进了地狱 黑人鬼魂也得到了安息 第二天 大衫来到这家房屋中间 却发现幕后老板居然是翠花 上一次别墅崩塌事件 他并没有死 激动的大衫掏出枪 就要送他一程 可不管他怎么使劲 就是扣不动扳机 显然翠花不是个普通人 他表示有办法复活大衫的叔叔 只要找到一张被偷走的书页 就可以通向永生之门 叔叔的死让大衫非常自责 所以翠花所说的一切 听起来非常的耐思 这是一只五股炮焦凤转 三个黑人想要尝尝味道 可就在这时 这具干尸居然动了起来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瞬间恢复到正常人类的模样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 表面上看着是一个女人 下面却长着男性的标志性物件 身上还画着一些特殊的符号 大衫也是怕长真眼 连忙递了一件床单给他 可他的父亲却举起手电 想要看得清楚 经过双方语言不通的交流下 得知他的名字叫小雅 既是女人也是男人 同时拥有两份灵魂 早在五百年前 被一群探险家带到这里 做人体实验 无意中发现他们没安好心 而且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小雅选择了不再听他们的话 没想到那帮人直接翻脸 为了惩罚他的背叛 竟抓来了小雅所有的族人 当着他的面全部处决 并在此之后 小雅强行被他们利用 没想到自己却闹了个长生不老 他一直在这里沉睡 等待那个唤醒他的王子 却没想到是个黑人 自从大山在翠花口中 得知永生的秘密 心里一直痒痒 于是带着小美和父亲 连夜找到这里 寻找那张丢失的书页 大山请求小雅帮助自己 却因长得太丑 被直接拒绝 站在一旁的父亲不乐意了 这不间接地在骂我吗 上前直接抢走了书页 可下一秒 四周的窗户玻璃开始破 海水瞬间涌不进来 大山也是不计情形 拉着小雅一起逃跑 海水紧跟在身后一栋哭吃 瞬间就淹没了整个基地 几人顺着来时的路线 游进了一步五百年前的电梯 就算是在水下 也照样可以运行 没一会儿的功夫 几人就回到了水面上 可小雅却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连摄像头都跟着抖动起来 大山哭吃一泡子呼在脸上 这才安静了一些 直到带她回到酒店 才知道小雅是被吓了毒状 只要离开基地就会变成雅了 没有办法的大山 只好先去和小美兜会地主 可父亲却露出了一副猥琐的表情 随后来到小雅的房间 步驟镇定地绕到她的身后 一双大白手搭在肩膀 然后把头慢慢地伸过去 一个白人帅哥竟然看上了黑人女孩 而且两人当晚就斗上了地步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美女一觉醒来 竟然发现自己的肤色变了 变成了彻彻底底的白人 她一时接受不了 光着身子就跑到了大街上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晚脸的问号加感叹号 店内的黑人唯唯诺诺地出来询问 看着四周看热闹的路人 美女刚要离开 却和黑人小孩撞在了一起 好巧不巧 这一切刚好被路过的警察看见 两人一致退后并举七首来 那个时期的警察 只会怀疑那个小孩做了什么 一把将他扔在车前 另一名警察直接上前安慰美女 眼看着黑人小孩马上就要挨揍 美女及时劝下了他们 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 路人们也是敢怒不敢言 美女也被当成走丢的贵妇 被警察开车护送回了白人区 可就在这时 美女的身体出现了异样 双眼充满了黄色的血丝 在街道的另一边 黄毛小帅哥早坐在门外等候 原来他早就抱了假警 把女人抱回家 直接扔在了地板上 为了不影响观看体验 他打开了男足比赛现场直播 然后在一旁帮美女手工退皮 直到比赛结束 以一比三的成绩惨败越难 躺在床上的美女 也恢复了原来的肤色 帅哥告诉他 想要成为人上人 就要乖乖听话 摆上一瓶可以变身的黄色药剂 转身就离开了别野 画面一转 美女就春光满面的 出现在了白人去的坎德基内 她已经受够了 白人对待黑人的不公平待遇 现在终于可以悠闲自在的 享受着高人一等的快感 就连找工作也顺利了很多 之前投一万份简历 也没被录取的公司 只因换了肤色 立马招呼他明天就来上班 可这种感觉并没有维持太久 看着被自己使唤的黑人同胞 他终究还是良心过不去 握紧手中的药剂 哭吃直接捏碎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远超所有人的想象 回到家的帅哥直接跪倒 慌乱地脱下衣服 身体内像是有什么东西 就要破体而出 原来一直和美女斗地主的人 居然是翠花 而这个胖胖的小黑妹 正是女主小美衣服一母的亲姐姐 我们叫她小黑 为了独占那张书页 翠花也真是下足了本钱 党的有那么一丁点漂亮的翠花 被请到警局问话 因为想要得到书页 实现永生的不只有翠花和大山 还有这一帮邪教警察 他们威胁翠花退出争夺 可却脾气的翠花不吃这一套 所以才有了上一集的剧情 想要取得小黑的信任 来帮她干一件大事 偷走小美家中的 这个正方形的球 他们称作为星象椅 可以找到时空之门的导航椅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东西已经被大山的 孤顾带回家中 并且莫名其妙地打开 获得了藏在球体内 开启时空之门的钥匙 另一边的大山和小美两人 也通过书页找到了限组 可当他们准备找父亲出发时 却发现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拥有八块腹肌的父亲 居然是个鸡佬 大山当时就懵了 自己到底是怎么来的 小时候经常被打屁屁 现在想想有点惊悚 另一边姑妈已经打算出发 大山自然是不知道 她已经拿到了钥匙 就单纯地想要问她借个车 却遭到了对方的直接拒绝 没办法 大山只好坐火车来到圣路一丝 可刚安顿下来 就接到了小美打来的电话 她在姑妈的家中 发现了那个丢失的星象影 而且已经被打开 顶端刻下了一组坐标 根据姑妈之前种种的表现 她肯定是前往坐标地点 果不其然 姑妈全程飙车 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 里面有一个像意大利炮的物理 等她走到控制台跟前 一眼就看到了插钥匙的小洞 没有丝毫犹豫 用力地捅金钥匙 轻轻地转动开关 机器好像是启动了 但又好像是没有启动 把所有的开关都按了一个遍 也是没有任何反应 直到她使劲地扇了两巴掌 机器突然就运行起来 姑妈连忙拿出纸笔 记录下所有的运行轨迹 可就在这时 屋外传来的说话声 她连忙躲在了机器后面 下来的是两名白人警察 而且已经发现了她 两名白人警察对一个黑人妇女 动了让人羞羞的念头 就当他们要得逞时 突然外面传来一声巨响 一名咔了咪前去查看 只见一个黑影飞速冲下来 哭吃撞倒了警察 姑妈趁机夺下另一人的手枪 来的不是什么超级英雄 而是大山 正当她一人单挑两名警察时 姑妈悄悄地捡起了一旁的手枪 可没人注意到 那个机器已经开启 时空隧道的大门出现在 还没来急的惊讶 大山将一名咔了咪扔了进去 另一个想要帮忙 被姑妈哭吃一枪放倒 这可玩犊子了 黑人枪杀白人 那可是大罪 大山接过姑妈手中的枪 努力地安慰着她 可就在这时 时空之门出现强大的犀利 瞬间就将姑妈吞噬 画面一转 一个光球撞向不知道哪个星球 落地时变成了一艘飞船 姑妈穿着稀奇古怪的宇航服 跟在她身后的 正是大山死去的叔叔 他们存在这个虚幻缥缈的空间中 自由翱翔 无忧无虑 而另一边的大山 经过七八五十七次的穿越 结果又回到了这个世界 时空之门也在此刻直接关闭 她尝试着再次开启 一通乱案 却让机器直接歇火 看着手中姑妈留下的笔记 她知道现在不能冲动 连忙拔下启动钥匙 一溜烟地落荒而逃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 当然不可能 因为这个犯罪现场 她并没有清理干净 一留下一本五年高考 三年模拟 警方很快通过笔对 找到了这本书的主人 大山姑妈的女儿小白 在她的脚下画了两个茶 警长开始念出咒语 无数条虫子从地底钻出 吐出一口万年老奶 站在小白的额头上 她瞬间感觉喘不上前 然后浑身无力地瘫倒 直到第二天 她终于知道那是什么咒语 随后她找到观众们的女神小美 想要告诉她自己的遭遇 可小美好像要去和谁约会 急匆匆地离开了 那个小鬼就站在她的身后 小白赶紧骑上自行车跑路 直到太阳下了山 小白来到了警局门口 可她并没有进去报警 好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就在这时 一辆警车起步离开 小白连忙追了上去 甚至跟到了他们的家中 正是那个给她下诅咒的邪教警察 小白质问这群人想要干什么 自己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也没什么值得利用的地方 警长站起身来 色眯眯地走到她跟前 说她想的也太多了 想要移除诅咒 摆脱那两个可爱的小鬼 就必须帮自己偷来星象影 小白犹豫了片刻 然后 两只小鬼又一次堵住小白的去路 这次她并没有选择逃跑 而是怒吼一声直接撞了过去 然后回到家中 抄起家伙时等待开战 不得不说 这小鬼的出场方式 有那么一点好笑 小白也不惯着她 哭吃就是一炮子 另外一只看到同伴被暴走 连忙进去帮忙 大山的父亲听到里面传来的动静 以为小白带男朋友回家了 火速地撞开房门 却发现小白拿根铁棒狂揍空气 以为她得了急性脑子瓦特症 赶紧上前阻止 并狠狠地抱住了她 小白的手臂突然浮现一条伤口 要知道的是 只有被施咒的人 才能看见那两个小可爱 被抓伤的手臂迅速变干发黑 小白也一直昏迷不醒 没办法的一家人 只好请来了会魔法的翠花 用至亲之人的血液 滴在小白的头上 附身在体内的小鬼 开始不断抽搐 干枯的手臂上爬出一堆小虫子 迅速成长变成了苍蝇 飞满了整个房间 就在此时 小白的手臂恢复了原样 虽然保住了一条小命 可还需要另外一个仪式 才可以完全苏醒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就在今天晚上 那帮邪教警察 已经决定使用暴力 来小美家中印抢星象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要命的是大山还在外面 并且还被警察发现 一瞬间所有的火力对准了他 大山连忙举双手投降 可这帮警察不管什么 三七二十八 直接扣动扳机 就在子弹射中大山的前一年 一只巨大的怪兽冲出地鱼 眼尖的观众已经看出来 这正是第二集结尾出现的 怪物老大 一个野蛮冲撞飞上前 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 所有的他了咪 就连那个会魔法的警长 也是一点招也没有 随后怪物冲着两人一身怒 竟直接低下头 享受大山的抚摸 从此刻开始 他成为了大山的护身手 这一切的一切 还要从一天前说起 为了保护家人不受伤害 大山决定先让自己学会点魔法 于是他找到翠花 用启动时空之门的钥匙作为交换 换得原来属于翠花的护身手 而另一边的小美 也是爱抚心切 同样也想要用寻来的半张书页 换得大山刀枪不入的体质 可一个普通人 不能同时拥有两个魔法 无奈的小美 含泪给自己种下了刀枪不入术 一下子失去两个技能 那帮邪教警察趁虚而入 想要在今晚 直接送走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 两个大男人 对着翠花左一拳又一巴掌 用铁丝网缠住他的脖子 另一边绑上轮骨 然后扔进一旁的湖中 你们的女神 就这样被沉入了大海 想哭就赶紧哭吧 反正我不哭 因为他根本死不掉 在此之前 他用魔法强行为自己续了一条命 在得知警长受伤时 他立刻穿上了黄毛的皮囊 想要去送他一程 警长祈求放过自己 也承认了杀害翠花的事实 黄毛却轻烈地告诉他 自己就是翠花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部下的剧 只为铲除这个竞争对手 警长一死 小白身上的诅咒无人能解 唯一可解的诸名之书 也早在一百年前被烧坏 幸运的是 他们知道时光之门的位置 而且大山的孤骨 从另外一个空间 找到了开启的钥匙 几人火速赶到这里 并成功地开启了时空之门 一面有六十万亿个不同的时空 要想顺利地回到 1921年的塔尔萨 机器必须要有媒介来下达指令 而这个媒介 只能是穿越时空 并成功回来的姑妈 她双手抓住五百万伏的电线 以当年拍下的老旧照片定位 瞬间就打开了通道 三人接连蹦了进去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正好遇上了黑白之争 到处都是枪林弹雨 把大山都吓哭了 连忙又穿了回去 父亲站在窗边 傻傻望着外面 不知道又在想什么心思 这一边的姑妈 身体也到达了极限 吐没星子直飞 画面给到小美 她刚好被大山的外婆救下 在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主动拿出诸名之书 交给小美 还没来急地给她刻意 突然飞进来一支燃烧瓶 迅速点燃了整个房间 这不玩毒子了吗 没想到的是 外婆居然把自己的护身磨好 当场传给了小美 自己则被大火慢慢吞噬 有着魔法加持的小美 抱着诸名之书走在大街上 在最后一秒 成功地穿越回到现在 而此时的姑妈 头发都被垫成了蓝色 像极了超级赛亚人之神 可她却一点不后悔 小白也终于从诅咒中苏醒 只不过那条手艺 另一边的翠花 找到被自己欺骗感情的小黑 对着她一顿甜言蜜语 小黑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瞬间就被掰弯 两人再一次使用变身药剂 然后省去了一百万个字 想知道的可以去看一下原片 眼看诗法的日子就要来临 大山决定使用诸名之书 阻止翠花的长生不拢 诗咒召唤出了翠花的祖先 还顺带着把大山的母亲和外婆 一同牵出来透透气 可这个老头好像有点东西 竟然会使用瞬间移动 直接来到了小两口的面前 只说了句他们找到了那本书 然后就又被几人召唤了回去 大山冲上前把她压倒 从她的身上搁下来一块肉 然后恋恋不舍地送走了所有人 几人回家开始商量对策 翠花怒气冲冲地跑过来 只要大山几人不干扰自己 她不会伤害任何一个黑人 可大山却是一点面子不给 直接拒绝了她 这样一来 双方彻底崩盘决裂 第二天小美找到小黑 希望她帮忙弄来翠花的血 一边是夜夜生歌的女友 一边是义父义母的妹妹 这让她无比的为难 好在她最终选择了亲戚 成功地拿到了姨妈血 黑人方代表出发前往祭坛 很快就到达这片森林 大山拿出那块肉 狠狠地咬下一口 然后一个人来到祭坛的中心位置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突然出现的一群白人 直接把她包围了 坏事一桩接一桩 在车上等候的小白 也遭到了怪物的群攻 千军一发之时 大山的护身兽及时出现 救下了她的狗命 其他的小伙伴 在祭坛的附近为施咒做准备 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顺利 却在两姐妹这里彻底翻车 跟着她们一起来的小黑 居然是翠花用药剂饼 小黑在偷东西的那一刻 就已经领了盒饭 小美彻底怒了 嘎嘣就是一记左勾拳 两人商量好不准拽头发 只能靠拳头解决 可用水做的小美 哪是变身后翠花的对手 用力将她举起 直接从28米的高塔扔下 而其他的小伙伴 则被翠花的小弟统统抓住 此时的大山 被脱光衣服绑在了祭祀台上 一切准备就绪 翠花闪亮登场 仪式也在此刻正式开始 大山的血脉之力 被翠花慢慢吸取 而就在另一边 摔下去的小美瞬间醒了过来 外婆传给她的魔法护住她 等她来到这里时 大山已经奄奄一息 翠花已经完成了仪式 正儿八经的长生不老 就连空气也清新了很多 小美冲上来哭吃一刀 想要为大山报仇 可现在所有的伤害 对翠花来说都是脑痒痒 伤口也会自动愈合 小美嘴里一直念着咒语 就算不能直接弄死她 也要让她吃点苦头 忽然后方冒起一团白烟 瞬间冲上了月酒 而就在此刻 和她们一起前来的韩国女孩 好像想到了什么 然后走到白雾跟前 触碰到的一刹那 眼睛里伸出两只触手 一只飞过来缠住翠花 一只紧紧地绑着大山 将两人的力量全部吸收 强大的魔法汇聚在一起 发生了剧烈爆炸 画面一转 巨大的石板压住翠花 她已经彻底失去了魔法 血液流进的大山 也完全没了呼吸 几人准备带着她魂归故隆 对一边的翠花 绝望地喊着救命 听到爆炸声的小白来到这里 看到还活着的翠花 露出了自己的机械手臂 直接拧断了她的脖子 至此 恶魔之地第一季已完结 感谢大家观看